部分都在这个练习档里面,你找206的题目 然后把那些需要的档案复制到哪里呢? 复制到我们的那个206里面就可以了 就是复制到,把它直接call到这个里面 那我们需要的练习档里面大概call进来会有这些档案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是再来建立那个我们需要的网站 那特别注意,建立那个网站 首先当然要开启这个Grenweave这个软体 不过有一些时候做一些设定 包含就是说把这个设计师改为传统的 这个是第一步嘛,因为上面有面板 第二个也许就是你把它做成分割,左右分割 然后呢,这个设定完之后 我们再来就是新增一个网站 网站里面的话呢,就有一个新增网站 那做法上都一样,206APP OK,然后呢,我们需要的资料夹在桌面 所以选取之后在桌面上面找到这个资料夹 OK,开启,选取,按储存 这个时候呢,在我们的右下角就会有这些东西了 那基本上你打开这个D4 这里面的话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第一页需要的文字资料 它放在这边,总共有这几个东西了 然后在CAMERA 1 CAMERA 1里面这个就是有一些相关的 这个这个摄影的相关的一些解释 名词解释 那其实这个里面的东西将来我们会要的 就是摄影名词 连接到这个里面的文字 然后在CAMERA 2的话呢 这边有一个,第一个,第一个图在这里 然后里面的文字,第二个,第三个,总共四个 那我们后面我刚刚有做了 就是说我希望能够把它做成四个按钮连接 那第三个呢,就是里面会有四张图 这四张图呢,基本上就是放在我们的这里面 那各位可以找一下 基本上呢,会有四张图 应该是这里面吧 应该是这个,一,二,三,四,这几张 有四张 那做完之后呢,大概给各位看到的 就是刚刚类似像这样子 一进来的话,也许就摄影名词 然后相机种类 我们会有四个按钮 那四个按钮每按一下 就会跳其中一个 那会有上一页 back回来 按一下,上一页 那这四个的东西基本上在CAMERA 2里面 就这个 里面的文字 图跟文字 图的话呢 基本上 它这个图其实就是在 image 这个图啊 其实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这边有个C-D50 只要这一张图呢 就是在image里面的这一张图 C50 那这一张是什么 C这一张 这一张是哪一张呢 下面都有了 所以你可以这样对照的看 然后呢,将来要需要哪一张 你自己再去image里面找一下 那就会有这些 这些我们需要的这些档案了 然后这些 再来的话呢 我需要做什么呢 我已经建好一个网站之后 那再来最重要就是 我需要有个index 让它可以显示这个页面 所以特别之后 再来就是一样的动作 开一个新的档案 里面的话记得哦 最关键就是这个地方 html5 建立就可以了 好 建立之后的话呢 请你把它改为分割 OK 分割之后的话呢 因为我等一下会需要有几个页面呢 其实哦 你可以大概 这边好了 大概一个 两个 三个 这个意见回复不用 因为这个是email 连接到抄连接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这个范例呢 蛮容易的啦 基本上就是 也是一样一个哄 然后呢底下有三个页面 有三个页面 一二三 分别就是什么 名词解释 一二三嘛 这个不用 因为这个是超连接 那可能会多一个什么呢 多一个这个相机种类 相机种类点进去 会需要有一二三四 所以哦 它的结构呢 会多四个 变成第一个是home 连过来有page一二三 一二三 OK 但是相机种类呢 会有四个 所以这个底下 会再需要什么 page二的二之一 二 三 四 因为滑鼠画比较不容易 OK 所以会比较 没那么好看 OK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建立这个结构 那这个结构怎么建立呢 前面讲过 再来就是 请你在body跟body中间按enter 这个地方请你找到JQMobile 一样嘛 找到插入页面 在JQMobile 记得这个出现面板 如果你没有 从设计师改为传统 这个面板不会出现 那我把这个地方点击 它会出现第一个画面 这个按直接按确定就可以了 然后呢 第一个页面就是home 所以我们按照刚刚的那个逻辑 home做出来之后按 那因为我需要夜首 也需要夜尾 OK 那第一个home做出来了 第二个动作请特别注意哦 接下来 请你把游标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DIV的下面 enter两下 我觉得你把它分开比较好 因为之前有同学 这直接再插入那个页面 变成页面在那个里面 就连接不到了 那一样 请各位 最常犯的错误啦 一样就是有DIV 一定会有个DIV的结束 头跟尾哦 尾巴一定是多一个斜线 那一定是一对的啦 所以之前有同学是什么 不小心删掉其中一个 或者是说可能因为做了什么设定 设定跑掉了 那基本上它的结构一定是 这个page 有没有 它一定 datalow一定是page 那它的那个 第二个一定是header 所以如果你不太清楚的话 你可以把它按个空白键 第三个是内容 第四个 这个有没有 第四个是那个footer 所以它一定这个对这个 这个header 对这个 content的在哪里呢 在这里 footer在这里 OK 所以这个结构呢 一定不能错 只要错掉的话 它这个页面 就会连接失败 OK 这个地方特别重 注意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我们还需要呢 总共有page123 然后page2的2-1到2-4 所以呢 基本上当然也是要插入页面 然后page1 然后按确定 再往下卷动 换到 记得点击下面 再来page2 那我的习惯是 我就不插入了 我就直接复制一下 然后把这边贴上一下 这边改成page2 OK 这样会比较快一点 然后再enter两下 那2-1 那我就干脆 把这个2 把它直接拿来复制好了 Ctrl-C 然后这个是2-1 然后这个是2-1 就是1 2 2-1 所以2-1的话 支的话 dash 一般不要用减号 用那个底线会比较 underline 比较保险一点点 因为如果有些时候 你用这个减号 常常会出问题 我的习惯用底线 OK 然后就一个 2-1 然后2-3-4 所以分别的话 在底下怎么样 记得把它按enter好了 让它控一下 那总共的话 就是有2 再把它改3 再把它改4 所以结构的话 先定出来 然后再来就是2流了 再来就最后一个3 所以这边的话 把这个拿来复制好了 然后贴到底下 记得你如果用贴的话 不要贴错 所以基本上 我们就是做了 page1-2-3 然后2的话有 底下有 底线1-2-3-4 有4页 那做完了 你把它点击这边一下 这个地方结构就出来了 那它一定是 这个是home 这个是page1 所以如果你点选的话 它会帮你选取 它的程式码的位置 然后最后记得把它存档 存档成什么呢 记得存档成index.html 所以名称不要打错 index 不要拼错 因为之前有同学 拼错字 传上去就出错了 按除存档 OK 然后它会出现说 这个JQ Mobile 要帮你产生 确定产生 那你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这边会多出一个 JQ Mobile的资料夹 OK 那这一题的话 先做到这里好了 所以我们就产生了一个index 那再来把需要的 资料放上去放上去 那这个APP 就慢慢的成型 OK 好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刚好也下课 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待会再来看就是 每个页面里面呢 到底要放什么东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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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